距离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开打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,中国女排已经进入了备战冲刺阶段。 作为球队核心之一的李盈盈更是加班加点地进行训练,力球提升技术,帮助球队第一时间出现。 在探班报道中,李盈盈的训练计划曝光,三大弱点被蔡斌要求加强。 为了让队员们更好的训练,教练组把各位球员需要重点打磨的技术环节写在了纸条上,并发给了球员们,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时刻提醒队员。 在李盈盈的那张纸上写着三点,分别是反击调整球撤位起跳,想办法带上力量,把反击球争取打出质量,拦网加强判断,加强边取位的能力,发球增强稳定性。 这三点正是蔡斌要求李盈提高的部分。 李盈盈自己也坦言,希望在反击中打出更具杀伤力的球,能得更多的分。 因为王云露和龚翔宇的反击调整功能力较弱,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由李盈来完成调整强攻,一般情况下,反击球最容易打调整攻,过而反击球打出高质量这一要求,非常的合理,拦网一直是李盈的弱点。 目前,他和国际一流主攻主要的差距就是拦网,最大问题莫过于拦网时间的把握。 试联赛分战赛打过来那场球,拳队的拦网都吃扁,尤其是主攻位置上的拦网,对对手经营的限制太少,让对手二号位打嗨。 李盈盈要想更进一步,拦网能力确实有待加强。 李盈盈的发球攻击性不错,但如何能够保证发球的稳定性是需要解决的问题。 现代排球里,发球是最重要的攻击武器之一,破坏掉了对方一传,就相当于掌握了一半的胜率。 从报道的画面来看,李盈盈的手掌处缠满了一层厚厚的绷带,结合有球迷在医院见到了李盈的消息,或许因为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,让李盈的手出现了伤情。 当朱婷缺席之后,李盈盈就显得格外重要,不光是球队的进攻核心,也是队伍的一传,防守核心。 希望李盈盈没有任何大碍,帮助中国女排拿到奥运门票。 根据分组来看,中国女排奥运会将和塞尔维亚、荷兰、多尼尼加和加拿大同组,这四支队伍在洲际比赛中发挥不俗。 塞尔维亚是欧锦赛亚军,荷兰是欧锦赛季军,多米尼加是中北美加勒比海锦标赛冠军,加拿大收获了该赛事铜牌。 中国女排要想顺利拿到门票,还是需要脚踏实地地去拼。